到这儿呢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岁 今年 二十岁 你刚刚进来的时候你说什么来着 你说不要 我不要妈妈 我只要我就跑 你不希望妈妈来看你吗 希望 为什么呢 妈妈来看你不好吗 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珊珊出来 说的那几句话 我们听了之后 其实感觉心里特别心酸 因为我们也从小 看到她长大 也觉得她太可怜 人家每个小孩 都一个美好的童年 她一直都是一个 每个童年的 无疑无口的 真哪像个二十岁的姑娘 真像个小孩 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天的一种眷顾 让她停留在这个世界 忘却所有的那些的烦恼 救公救婆对你好吗 好 在我生病的时候救了我一命 然后还花钱养我 照顾我 带我看病 那你能为救公救婆做点什么吗 平时 洗衣服 你会洗衣服啊 扫地 会做饭吗 会 我以后可以照顾他们 孝顺他们 珊珊像 珊珊要向救公救婆告白 是吧 要有话向救公救婆说 是吗 那接下来咱就好好说 好吗 来 你站这儿来 来 救公救婆站在那个圆圈里 好 接下来是珊珊的告白时间 救公救婆 谢谢你们在我生病的时候 救了我一命 谢谢你们 本来日子过得挺不容易 还要花钱养我 照顾我 还带我去看病 花大把大把的钱给我买药 到现在也没有停 你们宁愿亏待自己 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谢谢你们 在我爸爸走了以后 我妈妈都不要我了 你们还愿意照顾我 不嫌弃我 我没有读过书 也不会说话 但是我希望你们晓得 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妈妈 以前我生病的时候 是你们救了我 给我治病 我才慢慢长大 慢慢懂事 没有你们 我可早就死了 你们不要给我找妈妈了 我不要她 我这辈子只和你们在一起 永远 以后我会照顾你们 消瘦你们 在我眼里 在我心里 救公救婆比妈妈好 救婆不要给我们找妈妈 我只要你们 这孩子的名字好苦 就不得把你跑去 就会有一口饭吃 都要救你 都要给你治病 就不买钱 都要救你 都给你治病 她都不会随地人垃圾 她放兜里 而且刚擦的不是眼泪 是救婆的鼻底 节目录到这儿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救公和救婆 对于珊珊的爱 是异于言表 也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权 能够为珊珊将来的生活 做好一个很好的铺垫 那么今天珊珊的妈妈 还是没有来 你想对着镜头 对她说点什么 我想如果说 珊珊的妈妈 现在还在电视机前 看到这个节目 我知道 你再婚也不容易 你有你的困难 你有你的家 所以说 我们不需要你呼出什么 只希望你多来看看她 跟她一点不外 哪怕是 去东拼西村 去借钱 我们都会把她的病治好 就我们走了以后 这个孩子 有一国家 有一国归宿 过上一国正常人的日子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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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